嗨大家好 我是小小 想想吃的西瓜 真是太美面了 我想每天吃西瓜了 这伙伴们是不喜欢这样 切半个西瓜 用勺子拉着半个吃呢 我觉得就像一个西瓜碗 西瓜碗 不知道这个吃完了空碗 洗一下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方便面吃 那我们尝试一下 好 还挺重的 今天我们就来体验西瓜当晚 煮光面吃的是什么体验 也有可能是很难吃 也有可能是很美味 不知道是黑暗料理还是它的手艺呢 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吧 拜拜 小面 好小手都拿回来了 好嘞 一步先把这个西瓜 掏 西瓜的果肉掏出来 变成一个大西瓜碗 因为我们一家吃不完 就把这个 做到这个白里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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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么大一块 不能浪费了 给你吃 好的 给 好 好 我们做了满满的两大碗 没想到 还剩我们的一杯西瓜汁 吃 哎 在这 现在要把这个倒出来 哇 没想到是半点味道 你们看 这杯纯天然没有加工的这杯西瓜汁 看的好饱满呀 我现在要尝 尝一口 嗯 又甜还很 很天然呢 这个还很甜 我把它尝一下 我们看 这个 没有 这个是 不会打碎的一种碗 我现在把这个洗一下 把这个 用一种汁水洗一下 登登登 你看 你看 这个是一个西瓜碗 原来装面肯定能吃饱了 装不了这么多啊 哦 对 都不能装满 两包装面面才能装满满的叶康 我不想抽出来 必须做三 三道了 对 哇 这也太大了吧 这个 我称它为 巨型西瓜碗 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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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主角是它 我们看 你们看 这个我们的主角来了 就是 西瓜面 还有一碗 这个普通的 宝面面 我真的 真的 今天不太期待了 看这个是 魔鬼了 你还是 谁先了你 我现在要尝一口咯 再来感受一下这个西瓜面 现在我来喝一口汤吧 汤是什么味道 嗯 这个西瓜汤怎么有股重重的西瓜味 难以形容啊 因为呢 这个西瓜是甜的 还有 方便面 是咸的 有 这个汤 和面 有点带着那种 又甜又咸的味道 嗯 难以形容 但是呢 这个面呢 很咸 没有甜味 我还是觉得 这个更好吃 拜拜 我们现在要答案揭晓啦 用西瓜做面吃的 你好不好吃咯 用西瓜做面吃 答案是 不好吃 用西瓜做面 答案是 好吃 嘿嘿 爸爸 还是这个 黑暗料理给你吃吧 就是黑暗料理 轮到我吃啦 你说要做这个实验的 你这个 闭着眼睛也得给它吃完啊 好 不要 那我给你唱首好玩的歌 你就得吃了啊 这个是对过来的惩罚 肯定会让你笑着玩起来的 好 那你来试一下 好 小小孩 上南巴 跑步跟 种西瓜 先掌夜 后开花 接着西瓜 原有的 乐的小孩笑啊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好吧 给你吃 西瓜 最难忘的 方便面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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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花伴们可不要生我 用黑暗料理来吃方便面 还是听爸爸的话 我们对妈妈妈来吃饭吧 不 你 就会怕 把你们能吃死的 哎呀 差点忘了我们还有一杯 美味的 纯正天然西瓜汁 嗯 嗯 好了 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多多点赞 多多点赞 哦 再见 不推荐 记得 不好吃 不推荐 这一碗 正常的推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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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